我们这一周呢 就进到2021年的夏季录影训练的第11篇的信息 那从已过第10篇呢 我们已经进到这个路德记了 所以从这个四十记啊 这个黑暗而浮臭的光景 其实我们已经进到这个明亮而芬芳的 这样的一个路德记的里面 那在路德记里面呢 实际上是一幅很甜美的图画 就是讲到这个极大的奥秘 就是基督与造会 那所以波阿斯呢就预表着这个基督 那路德呢就预表着这个造会 所以这完全是一幅神圣永远金伦 神定子的一幅的美妙的图画 那一面也是看见呢 就是我们这样原是这个罪人的旧人的路德 那竟然能够与这个波阿斯联合与基督联合 看见我们这个完整的救恩 那这一篇的信息 所以我们不但呢需要带起这个神永远金伦的一个眼镜 那我们要把它套用在我们的造会生活 一面所谓的捷径读经 一定要连于这个神永远的金伦 那一定也要读出这个基督来 那所以里面事实上有四个大点 那第一个大点呢 它算是一个把前面整个从约书亚记 到路德记的这一段 以色列人的历史 这里呢 的一个开始跟结束 就提到了两位 一个呢 就是在约书亚记里面讲到的约书亚 约书亚带着团体的以色列人 他们进到了这个美帝 然后呢 结束在这个路德记 又讲到这个波阿斯 波阿斯呢 他不仅是在美帝上提供给一切的丰富 预表上 然后呢 我们也嫁给了这个波阿斯 甚至呢 能够生出这个俄贝德 就是生出这个基督的先祖 就是生出基督 所以整个团体以色列人的历史呢 我们就是可以从约书亚记 到这个路德记呢 这一段来看 其实在整个我自己传摩的一个标题上面呢 就是造会生活的始末 那造会生活的开始呢 其实就是从约书亚记 那为什么这边不是说基督徒的生活的始末呢 其实这时候在约书亚记 这个以色列人 他们已经进到了这个美帝了 他们不是只有从这个埃及进到旷野 甚至约旦河呢 也不是这个始河寒波 我们得救之后 我们还要过这个团体的造会生活 就是进到这美帝 神所应许的这地上 那当然这地呢 还有这个空中执政掌权的 所以我们还有许多的征战 然后我们也能够享受 这个美帝里 就是造会生活里面 一切丰富的神的预备 那这里的部分呢 就给我们先看到的约书亚 这是在整个约书亚记 到路德记这一段里面的开始的时候 约书亚呢 他预表基督 当然波阿斯他也预表基督 那约书亚预表的这一部分呢 预表呢 这个基督呢 将神所拣选的人 带进神命定的福分的里面 所以借着这位基督 已经把我们带进美帝 也为我们取得那帝 这个他是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 并将那帝呢 分给我们做产业 给我们享受 那如今其实基督已经成为 成为我们所得着的美帝 那至终其实他就是美帝 给我们享受 所以其实从这个生命记啊 到这个约书亚记的时候呢 其实从摩西的口中 或者从耶和华直接对 对这个约书亚说 其实都告诉 这些告诉这个约书亚 就是约书亚其实就是 这段时间的开始 他要带这个百姓 那一同进入耶和华 向他们列祖启示 主要赐给他们的这个地 就是这个美帝 也要使他们承受那地为业 然后这个当摩西过去之后呢 其实这个耶和华就直接对约书亚说 一样都是你当刚强壮胆 你必领以色列人进我所启示应许的地 我必与你同在 所以进到了约书亚记的时候 然后这边你看这个神 这耶和华神一样呢 在向着这个约书亚呢 告诉他你当刚强壮胆 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 那就是呢 这个耶和华神启示 向他们先祖启示 主要是给他们的 那结束的时候就来到了路德记 波阿斯也预表了基督 那预表了基督呢 就成为我们的丈夫 前面呢 这个约书亚呢 是带以色列人进到美帝 这是一个开始 那结束的时候呢 是波阿斯成了我们的丈夫 那我们其实就是这位基督的妻子 那这丈夫呢 就使我们能够满足 那这位丈夫呢 他不仅丰富 但是他还要丰满 所以他还需要 这个取了这个路德 才能够生出基督 然后才能够带进这个繁殖与扩增 所以不是只有停在 这个丰满而已 丰富而已 其实他还要带进这个丰满 那前面的这个 我重新分享一下 这里呢 其实我们可以看一下 整个圣经的 这个路德记的主题 他告诉我们 他是一幅完整的一个表号 就说到外邦的罪人 其实就是我们 路德 借着基督 就是这位波阿斯所预表的救赎 而与这个基督 能够连结 那与神的选民 以色列人 同辈带进这个神圣的产业里面 所以第二大点这边呢 就给我们先看到的波阿斯所预表的基督 这波阿斯其实就是路德的新丈夫 那一面呢 波阿斯呢 他有几方面 这个预表的基督 那包括其实他是大财主 就是他富有 然后他也慷慨 所以富有的人 其实他不一定慷慨 所以他不仅富有又慷慨 然后呢 他虽然富有虽然丰富 但是呢 他如果没有得着繁殖与扩增 他如果没有取了这个路德 其实他没有办法生出这个额备德 事实上就没有所谓的丰满 以过这个李利庸常说 这个可能有一个人 他是丰富的 但是他却没有后世 所以他就不能说他是丰满的 所以不仅要丰富 也要能够有繁殖扩增 才能够带进这个丰满 那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波阿斯 他所预表基督的各方面 就是里面看见他是富有又慷慨 我们要连于这个路德记 他一些的经节 像路德记的这个二章一节 讲到他是大财主 所以他是富有的 然后十四十五还有十六 还有三章十五节 这边讲到是他是慷慨的 然后呢这边就连于这个新约的以弗所书 还有这个路加福音的好的撒玛利亚人 还有菲利比书 讲到呢这位基督 他是追测不尽的丰富 然后呢他也是像一个好的撒玛利亚人一样 那我们呢这位路德呢 就是受了这个波阿斯 这位好的撒玛利亚人 这位基督所预表 这个画面 我在 那在菲利比书一张十九节 就讲到他是全辈的供应 所以这就是一幅的基督供应给造会的一幅 一幅完满完整的一个图画 那波阿斯呢 其实他是路德的亲人 他为着虽然还有一个更亲的人 他为了这个路德呢 他赎回这个伊利米勒这个家族所失去的长子的一个名分 那甚至他又取了这个路德为妻 所以也能够有一个繁殖与扩增 所以波阿斯他的丰富呢 就借着他取了路德 生出而被德 所以就带进一个丰满 所以不单单只有停在丰富而已 其实他还需要有这样的一个扩增 才能够达到这个丰满 那这里的话呢 一样我们要连于这相关的经节 如何说出这波阿斯是路德的亲人呢 就是从这个拿尔米的口中所告诉路德的 那甚至呢 其实波阿斯他自己也知道 他是跟伊利米勒是在同一个家族的 都是犹大支派的 但是呢 这个波阿斯更清楚 他还有一个比他更亲的人 那一个某人 那这部分 但是这个某人是自私自利的 他不愿为路德 他做这个赎回的动作 那只有这波阿斯 他的慷慨 他的富有 甚至他的一个连持 就是预表的这位基督 能够将路德来赎回 甚至还取了路德 然后生出这个而被德 得着他的一个扩增 那这个再像以佛所书一样 就正如这个基督爱造会 那基督与造会呢 其实就是这极大的奥秘 基督是神的奥秘 造会是基督的奥秘 所以这是完全就是一幅 神永远金伦一幅完整的一个美妙的图画 那这个在路德记的里面呢 里面也看见这波阿斯 这后面的几个终点 就是讲到我们应用的部分 里面呢 这个波阿斯是为了路德赎回他长子的名分 那这个长子的名分其实就是一利米勒 一利米勒呢 整个家族 他们的一个长子的一个名分 所以呢就使得波阿斯他成为基督 一个显著的或著名的一个先祖 那所以这边呢在应用上呢 告诉我们 就是我们需要顾到别人长子的名分 不该呢只有单独顾到自己长子的名分 所以我们不仅自己要对主有享受 也要能够顾及到我们所关心的弟兄姊妹 他们对基督的享受 就是顾到他们那个长子的一个名分 那所以呢在造会生活的里面 假如有一些的圣徒 像路德一样 失去了对长子名分的享受 所以我们就需要有更多的波阿斯 能够将这些路德 失去长子名分的路德 能够带回基督的享受的里面 那在负面的上来讲的话呢 像这一位比这个波阿斯还要亲的这个亲人 他呢就不愿为路德赎回 他很会帅 那人呢是自私自利 只顾自己只顾自己长子的名分 所以我们应当做波阿斯 而不做那一个某人 那这里呢就是我们要顾到 在会生活里面这些像路德一样的可怜人 那我们需要不自私 需要能够做波阿斯 需要能够做波阿斯 能够顾到更多 那弟兄姊妹就是我们也会受神他所审判 所以这里讲说这个牧人有祸了 因为他们只知牧养自己 然后不牧养群羊 那当然这个牧养 这个相对于我们都有我们可以照顾的这些的弟兄姊妹 所以我们都需要做牧养的工作 因为这也是我们对主爱的一个回应 那一个真波阿斯呢 他不仅呢自己在对基督的享受上是丰富的 他也愿意呢付代价 然后甚至能够带着这些失去长子名分的路德 能够完满的进到基督的享受的里面 所以越这样的牧养呢 他呢就对基督就有更多更大的享受 所以这个确实就是我们的经历 但我们呢事实上越牧养人 事实上我们就越被人所牧养 越被这位基督所牧养 那一天过一天这样的累积 我们呢也能够顾到别人对基督的享受 这就是我们该过的这样的一个牧养的一个生活 那另外一个应用的点呢 这些波阿斯呢就要成为造会生活里面 就是里面的一个柱子 所以这边就连到这个圣殿呢 在左边的这个柱子呢 其实他的名字呢就叫波阿斯 那这波阿斯呢就是在他里面有能力 或在他里面有力量这样的意识 所以完全呢这是关乎到神的建造的 所以我们需要这个柱子呢 他在神建造的标记 也是神建造的一个见证 他乃是呢实行过身体的生活 就是过造会的生活 所以我们说这篇的信息呢 我们不仅要带进这个神圣永远金伦的眼镜 还要带上过造会生活 这样的一个观念 我们成为基督徒 不是就成为基督徒而已 我们还要过造会生活 过团体的造会生活 在这样的生活里面呢 我们能够接受操练 能够有实际的一个实行 甚至能够被变化而成 这才是真实的 这神的一个建造 所以从这个 《猎王记》上7章 这里我们就看见了 在圣殿这边的这两根的柱子 他身在启示录这边 这个柱子呢 其实就是得胜的 他要神要 他在神的殿中呢 他是做柱子 而且这柱子呢 是不再从殿中出去的 他完全是联合的 是调合在一起的 甚至这个主呢 要将神的名 在神城的名 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名 还有新名 都写在这个柱子上面 那这个柱子呢 他有哪些的一个特征呢 那我们可以直接看 后面的这张图 一个呢 这是一个同柱 同呢 就是告诉我们 一个做柱子的 这个波阿斯 其实他是 需要一直活在神的审判中 就是 我们不仅要接受神的审判 也要常常 要能够审判我们自己 那这个呢 他就讲到 就是不是我 所以这个是不是我是在 零前15章 这边的 其实不是加拉太书2章20节 加拉太书2章20节是 不再是我 那这边其实他主体是 零后15章 那 审判我们自己就是 我们 不应该 为自己表白 不应该自我称义 不应该自我称徐 也不应该常常自我原谅 所以这个呢 就是做柱子的一个特征 我们需要 有这个同 活在这个审判之下 那还有呢 在这个柱顶的这边呢 他是有这个装修的格子网 还有拧成的这个链锁 形成的一个花圈 那这表示呢 是我们需要承担责任 纵然是在这个错终复杂的光景 那 在造会生活的里面呢 其实 弟兄姊妹呢 有许许多多的一个难处 那甚至我们自己 可能也还在职等等 我们也还有家庭需要照顾 有孩子需要照顾 有职场上的一些的劳苦重担 但是无论如何 我们都需要做这个承担责任的 这个波阿师 然后呢 我们需要学习的 就是像百合花一样 就是平信而活 信靠神的生活 这个就是 不是我 乃是基督 这里的乃是基督 就是用加拉太书的二章二十节 所以待会会提到呢 这一次的信息呢 他特别把罗马书六章六节 罗马书七章四节 还有加拉太书 这个二章二十节 我们可以摆在一起来看 就告诉我们 旧人已经与基督是同定十字架的 现在活着的 不再是我 或者不是我 乃是基督 那另外呢 就能够带进一个结果 就是石流 这石流呢 就是 这个就是做那生命的 基督的丰富 的丰满 丰盛 美丽 和彰显 甚至呢 他有这个一个繁殖 看石流 这里是有许多的 这样一个繁殖的 就不仅丰富 他也丰满 那百合花 其实就是一个倚靠 但是在古代以色列 他们的百合花 其实跟我们想象的 那个百合 百合科的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们是一个 这个毛梗科的一个植物 那前面讲到波阿斯的预表 那再来当然讲到路德 他的预表 这造会 就告诉我们 这个原本我们是在天然 又堕落的一个光景 竟然能够归回神的定子 原因就是我们 嫁给了这位波阿斯 那也有这位波阿斯 他的富有 他的慷慨 他的怜悯 所以使我们能够归回神的定子 那路德呢 他呢 其实是摩押的女子 那摩押呢 其实就是 这个罗德跟他的大女儿 所乱伦的后代 所以在律法上呢 他们是时代都不得进耶和华的会的 但是这样的一个堕落的罪人 竟然也能够归回神的定子 甚至能够成为基督的一个先祖 能够连于这个神的经纶 所以在路德记这里 这个路德预表造会 一面呢我们需要看见 在神的创造的里面呢 这个路德 他是女人 或是在神的创造里面呢 神就创造了 在亚伯创造的女人 所以我们都是女人 我们都应该守住这个女人的地位 所以我们不能自己成为丈夫 那另外呢 这个路德呢 他是摩押的女子 所以在人的堕落里呢 他是一个罪人 然后这样的一个天然的人 再加上罪人 其实就成了这个救人 那在这方面 这个就是在 在得救之前 所以是神创造里的一个天然的人 那在堕落里呢 就是罪人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救人所存在 所以罗马书六章六节了 告诉我们 我们的救人呢 事实上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了 就使这个罪的身体就失效了 所以我们的这样的身体呢 就不再做罪的奴仆了 我们乃是要做义的奴仆了 那另外路德他是寡妇 所以弟兄常说 我们对于世界的态度呢 我们需要像寡妇一样 一面就是 这个我们的救丈夫已经死了 我们需要向着这个世界呢 死 那我们也 这个盼望的我们的新丈夫 这位基督 他是我们的真丈夫 他能够赶快能够回来 所以路德他是寡妇 因为他的救丈夫这个马伦 也已经死去了 那借着波阿斯将他的赎回 甚至波阿斯清理了路德他的先生 这个伊利米勒这个家族的整个的债务 那如果他没有清理这些债务 其实路德他不仅是寡妇 甚至他是有债务的 那他也恢复呢 这个波阿斯也帮路德恢复了 他已死丈夫所失去的一个产权 所以就就像这个赵慧呢 就蒙了这基督救赎一样 那这个赵慧的救人呢 乃是已经被钉十字架的丈夫 因为借着这波阿斯 借着这位基督已经为我们带偿 为我们赎价了 然后呢也清理了我们的救人的罪 然后也借着重生 使我们神创造的天然的人 那神创造天然的人呢 是需要借着重生 才能够被赎回 但是这个罪呢 乃是需要了结的 那 那借着这样的赎回之后 路德就成了波阿斯他的新妻子 就像赵慧呢 就成了基督的妻子 一样 然后这个又点到罗马书七章四节 所以我们乃是借着基督的身体 所以我们说这篇信息 特别要连到这个赵慧的生活 所以我们做一个基督徒 我们需要有赵慧生活 我们需要保爱基督的身体 我们乃是借着基督的身体 向着律法 已经是死了 使我们能够归于另一个人 这个别人 其实就是这位死而复活的基督 甚至能够有繁殖 能够扩增 能够结出果子 能够给神 那一面也看见路德 他有这样好的性格 他拣选跟随拿厄米 然后就有机会 能够与波阿斯能够连结 然后就是预表的 原本外邦的罪人 能够连于基督 使他们能够有份于神所应许的一个产业 那这里呢 就先把这个第三跟第四大典 我们先做一个整理 前面第三大典就讲到路德 我们需要借着重生才能够得救赎 那在亚当里呢 他是女人 所以我们都是这个女人的地位 定命上就是做妻子 不能自娶或是自立为丈夫 那在人的堕落的里面呢 他是磨牙的女子 是乱伦所生的 就像人 跟这个一样是受造之物的 这个首帝 沙但 所乱伦所出的罪人 是时代都不能进耶和华的会的 那所以在堕落里的罪人 需要借着了结 借着十字架的了结 所以这里这样的一个罪 是需要借着十字架的了结 才能够得着救赎的 那在还没有得救赎之前呢 其实我们就是救人 就是我们的救人 像这个路德呢 是嫁给这个马伦 马伦一样 那嫁给了这个马伦呢 这个丈夫呢 后面我们会讲 其实他不仅使他暴露在律法之下 那当我们得救赎之后呢 当路德呢 嫁给了波阿斯之后 成为他的新妻子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从救人 就成了新人 也预表上 我们就成为基督的配偶 那也能够生出 这个俄贝德 成为基督的先祖 那在末了的一个点的部分呢 我们可以先把他总结 再来看里面的纲目 他是把路德连于罗马七章一到六节 那这里呢 看见路德 他是一个死而结婚的 尤其是在罗马书七章四节 他是一个葬礼跟婚礼摆在一起的一处的经节 那他也是死而复活的 所以路德他有两个丈夫 这就是罗马七章一到六节 在整个圣经的纲目上面的一个标题 就是两个丈夫 那头一个丈夫就是马轮 那这个做主掌权呢 就是这个救人 就是这个老我 这个救我 他活呢乃是凭自己而活 他以自己为一个人位 但是呢 当这个路德呢 他嫁给了第二个丈夫 这波阿斯 波阿斯他愿意赎回路德 他所失去的一切 他就成为新人 成为新我 他不是活自己 他乃是以基督为人位 是活基督的 在两个身份上呢 头一个丈夫就是天然而堕落的旧人 那这旧人呢 自取自立为丈夫的地位 还记得在神的创造里 我们定命上都是女人的地位 都是需要做妻子的 但是这里 因着这头一个丈夫 这天然的堕落呢 这旧人呢 他乃是自取自立为丈夫的地位 但是呢 当这个路德呢 他许配给这波阿斯之后呢 他就得着了重生 也能够成为新人 能够做基督的新的妻子 那整个 在头一个丈夫呢 他就是活在这律法之下 所以他整个旧人就被暴露 他就为了这个旧丈夫 这个马伦 这个以利米勒 他们整个家族的这个债呢 这罪呢 就成了负债的 但是呢 当路德他 许配给这个波阿斯之后 他就活在恩典之下 就像我们连于基督 我们这个在基督的恩典之下 我们就能够在灵的新样里来服事 甚至能够照着这个连结的灵而行 你看这是一个多大的一个落差 多大的一个拯救的一个光景 那在头一个丈夫呢 这救人的结局呢 其实就是做罪的奴仆 结局其实就是死 但是呢 在这个第二个丈夫 许配给基督之后呢 我们就能够做义的奴仆 结局就是永远的生命 那其实在第四大典的部分呢 已经整理在这个表了 那在经文的部分 我们就可以快一点 这边就是把他连于 罗马书七章一到六节 这两个丈夫这里 那所以在整个 这个神的创造的里面呢 其实我们都应该是女人的地位 是做妻子的 然后呢 但是当人堕落的时候呢 我们的旧人呢 就自取地位 自己成了丈夫了 那但是我们的真丈夫 乃是这位基督 那我们的旧人 这个旧丈夫呢 应当像罗马书六章六节 这里我们的旧人 已经与他同定十字架 这个旧人呢 需要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使我们能够脱离这个律法 也能够不再做罪的奴仆了 我们应当要归于这个新丈夫 那我们呢 有两种身份 一个就是堕落旧人的旧身份 一个就是作为重生之新人的新身份 那旧人的身份呢 就是自己擅自做头做丈夫 向神独立 这是在神眼中是最不喜悦的 而且也是罪 那我们在重生新人的身份里面 我们要被恢复 做神真正的妻子 这就是神 他的定子里面 就是他的 我们的定命上面 守住原初正确的地位 那就是倚靠神 像百合花一样 那以他为我们的头 他是我们的真丈夫 我们是他的新妻子 那在加拉太书2章20节 保罗也说 现在已经 这个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 所以我们的旧人呢 都已经 这个与他同定十字架了 所以我们不应当再以自己做丈夫 我们来以基督做我们的丈夫 我们也不该再凭救人活着 就不该再以救人为我们的丈夫 这样来活着 我们需要做正确的妻子 那末了的部分呢 就是他特别在讲到罗马7章4节 这边有葬礼跟婚礼放在一起的一处的经文 那像这边告诉我们 我们乃是借着基督的身体 像的律法也已经是死了 这边是这个葬礼 但是我们却归于 这个归于呢 英文就是joined to 就是后面讲到的 这个连结的灵 这个连结呢 他也是用joined 就是归于 我们就是 归于那从死人中复活的 就是这位基督 这就是一个婚礼 所以我们是死而复活 就是 这个 死而结婚 所以这是一幅很 一个对应到路德记 这幅图画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经文 那我们的 这个救人 这边就是 其实就是在 特别在全数 这个罗马书七章四节 所以我们 这个归于 这个joined 这个 其实他 我们可以想就是 连结 就是 unir 就是有生机的连结 讲到这个 约翰福音十五章 这个枝子 跟这个葡萄树的连结 这里 所以我们乃是 枝子 这位基督乃是葡萄树 那如果不住在他里面 我们 就不能做什么 但住在他里面 我们就能够多结果子 这是能够像路德跟布阿斯 能够生出而被得 那 再 引用这个 灵前 六章 十七节 但与主联合的 这个 那 这个联合 一样也是joined 然后 就是那灵 同我们的灵 印证我们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今天 乃是在这样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连结的灵的里面 我们乃是许配 并嫁给 我们这位 这位基督的 使我们从一个堕落败坏 一个旧人的光景 能够成为 这样一个新造 成为新人的 所以 给我们从这个 路德记 波阿斯 跟路德这样的预表 给我们看见神一幅 永远金融完整的一个图画 甚至告诉我们 其实在造会生活里面 其实我们应当如何的 一个操练与实行 其实 就是我们需要更多的 将心思 置于灵 其实就是生命平安 也不照着肉体 乃是照着灵而行 那这样就是活在 这个连结的灵的里面 谢谢主 那 这个是我们以过去以色列 我们来到这个波阿斯的农场 所以这个地点呢 可能就是那时候路德 在波阿斯农场上 他十岁的一个地点 但是现在的这个 这个地方变成一个卖场 卖了很多 这个橄榄木的雕刻的物品 那 感谢主 实在是我们看见一幅 永远的土画 好 那我们今天交通就到这里 爱神爱你